剛來到你關心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您現在看到的就是在議場內的第一手的畫面 那現在因為其實議事整個是進入了休息的時間 所以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很平和 不過在稍早其實是發生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衝突 就是從畫面中呢您可以看到 其實稍早韓國瑜呢是要進入到這個議場裡面 準備要來開會 但是你現在看到畫面呢 就是郭博文他卻直接搶走了 這個立法院秘書長周安來的資料 直接突破了重重的包圍 直接衝出異常 那其實他從周安來手中拿走資料的時候 跟周安來是有爆發拉扯 那這周安來有一度還跌坐在椅子上 那這個驚天一搶 其實也讓現場的欄尾都非常非常的錯愕 因為郭博文就這樣頭也不回的跑掉之後 現在整個議事是停擺的 因為其實這個郭博文搶走的這個資料 其實就是待會韓國瑜要照著念的這個議事的資料 所以一旦被搶走之後 韓國瑜就沒有東西可以滅 接下來也就沒有辦法來進行表決 所以這個今天一搶也讓現場藍尾都非常的錯愕 是直接拍桌怒嗆 現在也要協詢郭博文 不過郭博文是沒有回到議場裡面 那韓國瑜其實他有到上前去關心周安來的狀況 但是看起來也是非常的無奈之好 這個又宣布休息 那現在是進入協商的部分 那其實議場裡面這個衝突不斷 現在目前也已經進入了第三度的休息時間 那韓國瑜一直都沒有辦法進入議場裡面 來進行這個議事的表決 因為其實他要進到議場裡面 也必須要經過重重的關卡 你現在看到畫面上面的是這個國民黨的立委黃人 這個應該是因為有一些這個體格上面的優勢 所以他目前其實都是一直守在這個韓國瑜要進出的這個門的部分 就是為了擔心說如果韓國瑜進來的話 有可能會遭到綠營的阻撓 所以黃人是直接鎮守在這個門這邊 就是為了防止綠營來鬧事 那其實韓國瑜也是一度進進出出 到了現場協商完之後 到現場宣布大家以為要表決了 但其實沒有又宣布休息 因為現場還是一陣鬧轟轟的 那不過今天呢 可以看到其實整個現場是非常的混亂 那國民黨的立委許曉欣 跟這個民進黨立委林淑芬也有爆發了衝突 稍早林淑芬是直接嗆 許曉欣說是用詐騙集團的100萬來投資詐騙公司 馬上帶您看一下稍早最新狀況 好 面對林淑芬是不斷嗆瞎直接拿這個 家族成員是不是有投資詐騙集團的事情 一再在這個許曉欣的傷口上面撒鹽 那這個許曉欣也非常的不甘示弱 今天他也可以說是戰力滿點 你看到他現在手上帶的呢 右手這個就是有這個護住他的這個手肘的部分 今天是全副武裝來備戰都帶著護具來上場 那其實今天早上的時候他還拿著質敵進入到議場裡面 來干擾議事的進行 甚至還拿出像是唢納之類的樂器 那你現在看到畫面就是他稍早是拿出了民進黨的黨旗 那疑似呢就是要把這黨旗直接套在這個網美會的這個脖子上面 不過因為這個人數不敵民進黨的所以是被拉開了 但是稍早其實民進黨的力量黃傑 他也是發出了這個文字的聲明抗議 說呢許曉欣不但是拿質敵還有唢納來干擾整個議事的進行 因為這其實都是違禁品喔 那現在又拿出民進黨的黨旗 疑似就是要勒住網美會的脖子 畫面上可以看到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黃傑也痛批說許曉欣現在難道是要蓄意殺人嗎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如果一旦套上去的話是就非同小可 那今天其實不只女力之間有衝突呢 國民黨的立委大家今天應該可以發現 這個郭國文還有鍾嘉賓可以說是今天的這個負責衝鋒的這個戰將 所以呢其實你現在看畫面的就是稍早的時候 郭國文其實是一度想要再來這個衝上主席台 但是是被這個謝龍介國民黨立委謝龍介是直接雙手拉住了他的褲子 這個往下拉差一點就要把郭國文的褲子給脫掉了 其實現場是爆發非常非常嚴重的衝突 那這個郭國文攻占主席台也是以失敗來告終 除了這個國民黨的立委是這個爆發了全武行之外 稍早其實民進稍早其實努力的部分呢 也有一些衝突 像是國民黨的立委陳玉珍 今天他是全副武裝戴著這個頭盔 那剛剛也是跟黃潔有一些衝突 馬上來看一下稍早幫你 Imp scratching 還扯頭髮 大家好 aku 剛才說 你自己的利潤 我一次 團姐又被腿一坡 合 viv 好可以看到喔 因為整個陳玉珍是直接衝上前現場 是一片混亂 那她是直接扯住了黃傑的頭髮 你可以看到黃傑是面部表情非常的扭曲 而且也一度是發出了尖叫聲 因為她頭髮沒有綁起來 就直接被陳玉珍給扯住 那旁邊的這個女立威也都趕忙的 來阻止陳玉珍這個危險的行為 所以後來陳玉珍也就被這個仁龍來排出外頭 今天可以說是立法院的全五行 因為其實大家今天就是藍白要來拼國會改革的武法 但是民進黨立委是請全力 希望能夠把他擋下來 所以今天立法院目前都還沒有進入到表決的狀況 整個議事也是幾度停擺的 那稍後如果有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我們也會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下場最新 我們謝謝平均在立法院我們帶來的最新畫面 以及最新消息 那事實上呢 之所以會有這個畫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藍白兩大黨立拼完成三讀 但其實朝野沒有達成協商的條例 就要被強行表決 這也因此呢 公都謀就批評 這根本是踐踏民主 那稍早呢 其實我們也有拍到畫面 是民進黨的立委中嘉賓 跟國民黨的女立委陳金輝 有爆發肢體衝突的狀況 來看看稍早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表決 立法院長韓國瑜 以韓表決開始 原本圍在主席臺的欄尾 加速跑回位置上按下贊成 何早已在座位旁 stand by 的欄尾 一刻不得鬆懈 快步跑向主席臺 要接棒保護韓國瑜 不得藍白人數優勢 民進黨在48條表決又落敗 但綠營也不是省油的燈 每按都出招提重複表決 就讓藍營一場內 來回折返跑 消耗元氣 這戰術馬上讓主席臺出現漏洞 藍綠爆發 肢體衝突 中嘉賓一個跨步跳上主席臺 戰手主席臺的陳金輝 馬上上前阻擋 凡被環保壓倒在地 讓陳金輝氣得很高 我是從桌子上掉下來 所以我的腳就是有受傷 可能他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他一直跟我道歉 但是我覺得這個暴力 真的不是很好 人在摔倒的時候 我不要抓到了誰 我也不清楚 但是後來他們告訴我 那是陳委員 那我覺得對陳委員很抱歉 我剛剛也跟他致歉了 只是這邊肢體衝突 前方郭國文一個抵多名 藍尾爆發拉扯 還有底下綠尾嚴守表決器 當場抓包有藍尾 又想偷作弊 徐曉星不要代案喔 徐曉星被陳培瑜抓包 疑似想帶羅廷偉投票 還拿出喇叭 以及民進黨籍 被韓國瑜警告 藍尾為了強行參讀通過 國會改革無法不擇手段 但朝野為達成協商的條例 要強行表決 被批違反民主程序 含著國會改革口號 藍營行為卻先被質疑 合理及合法性 三層成人士選SN小組 台北採訪報道